第一张我拉进来的是这张对不对 OK 拉进来 然后我们每次拉进来的时候 同学请去检查一下你的File Image OK 它才一寸多加太小 那老师建议你 就是有其中一边大概有六寸或以上会更好练 好 所以我们把它的像素放高 然后再来 OK 我就再拉进来的一张 这张是一个File 因为我不要重填所以我要拍一张File在这边 那我就再找了一个 因为我要查看它的像素多高 所以我就拿这张进来 好 那这张照片看起来 你惊艳 OK 这张在上面了对不对 所以OK 我们看这张你要定他 你定他你才能做 然后你定这张看到吗 他眼色变你定这张他这边变白 你定这张是显这张 定这张是显这张 OK 然后你来 因为Size片再检查一下它是72 然后大概放150 因为它是气球难够大的 OK 这我们放给它更美一点 好 老师 请问一下人事好 你放两张啊 是他两个框也是开两个框是吗 对 因为刚才我开两个是因为 我拉进来嘛 我不要拉他 你看我刚才有一次 我在重复了一次你看 如果这个我要直接拉进来也是可以 你看我把这个女生 拉进来也是可以 明白一下 应该老师要检查的包多大 所以我就 就就没有 重填 你要这次重填也可以 OK 你要分开也可以 然后不知道你开了这两个框可以吗同学 然后都可以的 然后我就把这个女生给他拉进来 OK 看到没有 然后我把它关掉 OK 如果你要直接拉一点 然后我们 因为看不到这个度上 那我们就可以拉了 跟它 结合在一起在这边 对吗 然后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Photoshop的这个什么 啊 它的这些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两张照片 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就用这边 Normal这边有很多的一个特效 在Photoshop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看 它一按的话 你的Mouse一字过去 它就自动的 跟它怎么样 啊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用 啊 Lighters的一个效果 OK 我们还可以再试试看 这个Screen的也是不错 OK 所以这个又 这个 Lighters的也是不错 差不多 它的效果差不多一样 这个就比较是挺鲜一点 那我们再一个个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反正这个效果也是不错的 OK 那我们就来摆一滴好吗 OK 等一下我们是先摆一滴 OK 所以啊 一人而已 这个又有另外一种 感觉 都很美 那你一张如果你要把它分布成两张都可以 你自己再看一下 来 那如果老师选一些颜色 比较鲜艳的 OK 我就今天选这个颜色 OK好 那我们再来调一下 怎么调那你就移 OK移 这个女生 OK如果我要给她看 我按前顾 OK 那这边如果也是这样的话 那你不要看到她的头这么多 因为这张是下面这一张的 那你可以放大 那如果你不要放大的话 那你可以补上白色 那你可以开一个Lane New Layer 那你就把 Select 这边 那我们就按这个 看到她就白了 OK好 那我们就补上 白色 对不对 所以 是不是已经 完成了 OK 所以 那你这这Lane要跟这个Lane New Layer在一起也可以 那不要的话 基本上 OK 所以他还需要我开关眼睛 所以今天我们就已经完成了这个 你看我关掉 那这个 这两个你可以把它两个加起来 然后来Grid 然后我们去Gripping Mers Layer Mers Layer的意思就是把这两个Lane 你看你看我按一下 然后按着Shift 再按一下 然后把他两个 Mers Layer在一起 就是 Do in one OK我先Mers Layer 然后他的效果 我们再显过一下 但是他的位置 他就没有什么 他的位置就没有遇到了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完成品 Mers Layer Mers Layer